接下来来看两个台北艺术节的精彩作品 首先是创团22年的英国甘地尼杂技团 他们擅长在作品中置入戏剧性嘲讽的观点 这次来台北演出的作品叫做《搞砸了》 9位杂技演员巧妙抛接80颗苹果还有碗盘 勾勒出关于背叛失落等等人的情感 80颗红苹果36件下午茶杯盘组9名杂技演员 透过抛接与碎裂的交错勾勒出权力背叛与失落的人生难题 这是英国甘地尼杂技团的作品搞砸了 2010年英国国家剧院艺术节委托创作 期间历经德国现代舞大师Binna Bouch过世 有感于他对当代舞蹈 剧场 马戏的深刻影响 艺术总监西恩甘地尼决定透过作品向大石致敬 当Pinna Bouch死亡时我们感觉她有很大的影响 在Circus上可能没有提到Pinna Bouch 所以我们决定要做一个礼物 当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的节奏 我们并不认为它会很长时间 但实际上它会变成我们最有名的节奏 它会在世界各地的地方 深受Pinna Bouch的作品 1980年与交际城的影响 搞砸了有着排列整齐的报许式行径 而苹果象征的是伊甸园 英式茶剧则代表中产阶级社交生活的想象 借此探讨人性 音乐的部分也颠覆传统杂技的轻快曲风 至于最后的疯狂失控则是针对杂技 是否应该完美无暇提出批判 杂技是否就应该零失误 甘地尼认为犯错失误 让演出更为人性化 而非每一场演出都像机械式的动作般如出一彻 将数学与杂技巧妙结合 在甘地尼眼中杂耍就如同数学最完美的视觉呈现 让你看见截然不同的杂技艺术